Voices 2022是第一次的一个呈现 那相对于1R台配 已经做了五年的一个时间 其实也希望能够 重新在台湾的一个展会上面 有一个新的一个呈现方式 艺术没有将于的限制 没有材质的约束 让我们画廊艺术家策展 在这个部分大家去共同合作 一起共同创造 在我们这个时候共同呈现 以声音Voices设为开始的起手式 Voices比较讲的是 去中心化无将界的概念 在一个21世纪的当代的现象里面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 大家都可以自己发声 透过Voices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声量 自己的发言的机会 那这个展会Voices在学术性上面希望有一个独立性 有一个论述出来 但是又希望在商业里面也能够让艺术家的装置作品 也能够有被收藏的机会 那我们重点还是在有大型的机构 私人长家 美术馆的部分 整个瓶盖工厂有五栋的城防 所以有十二组建的艺术艺术作品 从人类地球的生活到生活的环境里面 可以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从内与外的一个心理的层次一个部分 到生生灭灭的谈的其实就是从过去的一个生活到 看到未来生活的改变 很清楚看到他们谈的就是一个过去的人类的生活 整个环境空间到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那另外呢在户外有特别邀请的一个艺术家 辛琪和他的龙琪空山记这个团队一起来做 透过光线的方式呢 把我们的地景地貌呢重新组建起来 当晚上夜幕开始低垂的时候 光线就慢慢呈现出来 所以这一次展览也比较不一样 开放时间是从每天的下午一点到晚上的九点钟 那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时间点的改变 时间走的改变 大家也感受到整个空间环境光线的变化 那看到作品其实你的感受也不太一样 平台工厂它是一个旧的厂房 它虽然不是古迹 但是它有很多是历史的建物 所以在整个施工工程布材上面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 包括很多的墙壁屋顶都是不能去碰的 那我们去保护这个建筑物本身 所以刚好也呼应我们就是不做展板 那希望艺术家在整个空间里面自己去设计 想象要怎么把一个作品呈现出来 所以其实对大会对艺术家对画廊对自然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重新去想象怎么把一个历史的建物 重新变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来看这个环境 这是我们这个展览里面 比较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 感谢观看